大家好,我是主编杨书 福建舰下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围绕这艘新航母 它的新技术设计细节 那么网上已经讨论很多了 那么既然有说好的 当然也有说不足的 不得不说大家的观察还是很仔细 比如讨论最多的就是 福建舰2号弹射器的档焰板侵入了斜角甲板 会影响飞机降落的问题 那么这里我收集了一些 网上讨论最多的几个问题 对福建舰的设计 进行了一些补充 在下水之后 有关003航母甲板设计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只有两部升降机 没有采用类似福特级的左弦升降机 感觉效率不够 第二,一号升降机 位于一号起飞位档焰板的侧边 作业的时候会相互干扰 第三,二号弹射器 档焰板侵入了斜角甲板 影响飞机降落 第四,只有三部弹射器 没有像福特级那样用四部 下面咱们一一来说明一下 福建舰和前两艘一样 舰到前后各布置了一座升降机 辽宁舰和山东舰 它的升降机延续了原苏联的设计 宽度是16米 歼15的折叠翼站 它是8.4米 一次只能用一架 而美国航母的重型升降机 一次可以运送两架超级大黄蜂 所以福建舰放大了升降机的面积 宽度增加到21米 可以在保持一米间距的情况下 同时运送两架折叠的坚实物 或者一架折叠的空井600 而且由于海四代的体积比坚实物要小 折叠后 这个升降机也完全能一次运两架 目前网上说福建舰只有两部升降机 没有像福特级那样用三座升降机 右舰两座左舰一座 这样在运作效率上就不如后者 同时增加一部升降机也能留下设计种余 比如在右舰升降机故障 或者战时损坏的情况下当个备用 不过在甲板日常运作的时候 这个升降机的使用并不是特别的频繁 美军航母在实施全甲板出动的时候 通常都是把需要出动的飞机提升到甲板上 然后只使用甲板上的飞机参与进攻 此时升降机要么处于锁定状态 要么只是兼顾作为弹药运输机 因为飞机在机库和甲板之间的运送时间长 进出的路线和操作比较复杂 频繁使用升降机很影响航空作业 因为直接决定航母战斗力最大的设计要素 还是飞行甲板的高效的甲板运作才是关键 而且从美军航母的实际使用来看 三升降机或者更早的四升降机 它的使用效率也不一样 以四部升降机的尼米兹级为例 右舰见到前面的一号和二号升降机 使用的频次最多 单位时间内使用占比分别达到了23%和52% 二号升降机几乎承担了一半的飞机调养工作 而舰的后面的三号升降机 使用占比只有13% 左舰的四号升降机使用最少只有12% 增加左舰升降机并不会带来运作效率的明显提升 而且为了左右平衡还要放大吨位 所以这一点大家就放心了 用不用左舰升降机 那位80后的总设计师肯定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比咱们一定是专业多了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 从设计继承方面考虑 辽宁舰和山东舰都是三起飞位 加两升降机的组合 辅舰舰也采用二三组合 这样在甲板操作调度上 可以继承之前的使用精舰 有利于更快的形成战斗力 至于说增加左舰升降机 在右舰升降机损毁时备用 那么这个问题也不用过度考虑 一方面升降机结构坚固 本身它就不易故障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的航母遭到攻击 那么更大概率是被命中甲板或者是闲侧 不大可能直打中升降机 而且这个时候航母大概率已经丧失战斗力了 必须立即撤出战场 你设置一个备用升降机 它作用也不大 那么第二个问题 一号升降机位于一号起飞位挡验板的侧边 这个作业时会相互干扰 因为福建舰在建造的时候临时修改了设计 把真弹换成了电弹 后者的轨道长度更长 导致一号弹射器的挡验板 后移到了升降机的侧方 那么这个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 其实类似问题在小硬号上同样存在 美军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你只要从升降机左侧进出就行了嘛 那么另一方面上面也说了 甲板运作时会把要使用的飞机全部调运上来 尽量减少升降机的使用 那么在日常放飞模式下 通常只使用舰手一部弹射器和左弦弹射器 另外一部弹射器备用用于停放飞机 此时调配给舰手弹射器的飞机 全部从主停机区和弹射备用区调度 并不存在相互干扰的问题 飞机沿黄色部位起飞 红色区域作为待命区 沿蓝色路线进入起飞位置 其余甲板用作加油装弹待命 那么这里顺便也可以回答上面第三个问题 二号弹射器挡硬板侵入斜脚甲板 影响飞机降落 那么这个问题同样是由于替换弹射器造成的 但同样不必过于纠结 因为虽然斜脚甲板在理论上 可以同时完成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 但在实际使用时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作程序模式 几乎不会同时进行 从美国航母的情况看 甲板回收飞机的时候 从斜脚甲板着陆后 它会迅速的离开 到停机区等待 然后沿路线下机库 而且装备是死的 人是活的 即使面临紧急情况 需要同时用斜脚甲板和二号弹射器 只要稍微错开就可以了 而至于很多网友关心的 福建舰只用三部弹射器 没有像美国航母那样用四部 那么一方面 此前美国航母用四部蒸汽弹射器 很重要的原因 是由于蒸汽弹射器的故障率相对较高 得留下一定的设计冗余 左侧两台弹射器前端交叉 只能交替使用 通常会留下一台备用 四部蒸汽弹射器日常用的只有三台 而且蒸汽弹射器使用间隔比较长 每次弹射后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除牙罐的蒸汽 恢复到一定的压力 才能继续使用 正是因为蒸汽弹射器使用不方便 你们自己才需要比四部 才能达到足够的甲板抽动效率 而且电磁弹射器 天生就具有结构重量倾 故障率低的优点 福斯级的电磁弹射器 单套体积不过600立方米 重量250吨左右 而尼米兹级的C13弹射器 总体积在1000立方米以上 重量500吨 尼米兹级之所以要把排水量 做到10万吨 一定程度上是用排水量 来消化四台蒸汽弹射器的结构重量 福特机使用了四部电磁弹射器 更大程度上是设计的继承 而且它至今尚未形成可靠的战斗力 而根据此前央视的公开报道 而且我可以明白的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电磁弹射 比美国现在用的福特机电磁弹射 要好得多 我们技术上要成熟得多 得益于电磁弹射器的高可靠性 福建舰用三部就能达到 甚至超越美国四部直级弹射器的运动效率 另一方面 减少了一部弹射器 也有降低成本和控制排水量的考虑 如果左舰再增加一部弹射器或者升降机 为了平衡重量 就必须增加右舰外漂甲板的面积 由此带来更大的排水量 所以航空母舰本质上还是做移动的海上机场 甲板设计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科里做倒场 最终目标还是要在面积有限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提升航空运作效率 尽管福建舰是8万余吨的大型航母 但是甲板上的每寸空间 每处细节都要力争做到最优设计 没有完美无缺的武器 即使有一些小bug 我们也会在下一艘航母当中进行修正 大家拭目以待吧